我叫你走到哪裡了 走到哪裡了 鳳山一名七巡阿嬤口氣很嗆 因為巷口的貨車幾乎佔據一半通道 讓他騎電動輔助車難以同行 你做什麼 做車子 你怎麼拿到哪裡來 你怎麼拿到這裡來 車子長期停放 擋出入 平常用來當倉庫根本沒移動 阿嬤氣到動不掉 多次投訴似乎無法可管 我做夢不好 後來去警察床 人警察床我那兩床 沒辦法 去立法委員會沒辦法 貨車停放似乎沒違規 因為死巷子空間是私人土地 該處為周遭訴估共有私人土地 且不仁之電動車也可以公信 嘉義移民男子疑似 因為民眾養的狗狗太吵 引發男子情緒不滿 和四肢爆發口角 撈火 撈火啦 警方趕到現場 男子失控對遠景咆哮 甚至雙手握拳 坐視攻擊 走 坐下來啊 警方不敢大意手持辣椒水狂噴 白色上衣被辣椒水染紅 三名遠景將男子包圍 趁機衝上前 將人壓制 過程中流血不斷向遠景咆哮 並緊握雙拳 坐視攻打遠景 男子不滿被狗肺 截頭大鬧 還企圖攻擊遠景 而阿嬤不滿 車子擋路 KEEP POP 怒標 警方安撫阿嬤情緒 避免發生衝突 既有高雄嘉義 最後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